用自制有机肥种韭菜 不但味道鲜美 而且肥力厚劲更足 大家好 我是Crazy China Woman 欢迎您来到我的有机菜园 韭菜的栽种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有性繁殖 就是通过种子 另一种就是无性繁殖 用韭菜根 通常我们都是用第二种方式 因为第一种方式太慢了 韭菜在春季秋季冬季都可以进行种植 其实夏季也可以 只是夏季的温度太高 会造成成活率还有品质产量不高 还有一个比较适合种植的季节 就是春季秋季 这两个季节的韭菜长是比较旺盛 生长的又大又嫩 品质和产量也比较好 韭菜是多茶生长的植物 韭菜非常喜肥 特别是甲肥和少量的氮肥 像经常拔拔就炒 旁边如果有这个草 你看这个不是韭菜 看这个叶子嘛 亮的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要都把它拔掉 否则的话它也会和韭菜抢营养 因为可能是我这个用有机肥种这个韭菜吧 割完韭菜以后我一般不给肥 通常半年差不多我就给一点草木灰 我们吃草木灰的时候 就是在这儿 这根附近的薄薄的撒一层 也可以起到蛆虫子做 也不来虫子了 你看到这样炸草 就把它拔下去 只要你的土够肥 鸡肥打好了很省事 但是如果你的土不肥 你后期的话你就要多追一些肥 就好了 然后你的韭菜越长越粗 每次切韭菜的时候 就是从下边 就从这个贴着这儿去剪 我一般是 那有的人他也是说留一到两寸 但我的方法呢就是这样 很快第二天你就能看出来 它长出来的韭菜根就出来了 很快就出来了 所以不管那种方法你都试一下吧 这样 让我们修剪一下 在这大花盆里先加一些牛粪 还有原土 还有腐蚀好的农家肥 我做的 把它三个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以后呢 我们就把它均匀的 一层一层的 就这样的撒进来 我跟他们说 我说到我以后老了 真的很老了 我种不动菜的时候 我什么菜不种 我也要种一颗韭菜 因为我太喜欢吃韭菜了 所以自己种非常方便 而且味道特别好 就是不一样 现在我们的土埋到这儿 上面我们开始就 用这个韭菜根 这一颗还行 还不是很深 但稍微修剪一下 然后把它放在这里 韭菜是一种多茶生的植物 对土地的适应能力比较强 非常容易种 就像种草一样 所以它的吸水能力比较强 放在盆里 到时候看看它长得怎么样 看能差多少 分分的时候就是这样 这样就行了 有这个七八粥就行 然后呢 把这个须子剪一剪 这样就行了 剪到这个程度就行了 这个也是 因为我的韭菜多呀 所以我就 这猪分的有点 有点大 三五个也行 没关系的 这都可以 你这么翻一下也行 我这个韭菜呀 在这种了已经有四年多了 网上说韭菜四五年就不行了 但我看那个意思啊 还没问题 再来个四五年也没问题 我感觉关键就是在于肥力够不够 如果肥力不够啊 可能三年都不行了 你就这么转 都四年了 四年到五年头上了 快 你能看出来它快完了吗 还正在 正在清兆年期呢 是吧 所以关键就是在肥 我就把它这样摆上 然后上面就放土 这个是牛粪土 还有原土 还有我做的农家肥 混合的 里边还有 说说就来了 蚯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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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直是太好了 太喜欢蚯蚓了 我看着蚯蚓呢 我眼睛都发光了 因为有的蚯蚓呢 我基本上就不怎么追肥了 浇水就行了 把这点韭菜剪下来 不要 把这韭菜剪下来 不要了 再加点土 这根啊 留一点就行 多买点没事 因为它的根呢 是往上长的 然后它很快就长起来了 你还要加点土那时候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根填平 这个是西式好的一比十 有关种植韭菜施肥 分根培土的分享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下期再见